接下來我們來看這第五題的光電效應 那 普朗克的能量量子化這件事情 老實說這是在當時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就是這個能量怎麼會是量子化 我想同學因為你們已經都被洗腦了 所以你會覺得你好像是可以接受 實際上你自己再回想一想 這些東西怎麼會是量子化對不對 還有這個能量量子化在當時 因為就是用來解釋黑體輻射 那它是單一事件 還是它是一個普遍性的東西 如果說它是單一事件 那你用能量量子化來解釋 那可能真的就如普朗克自己想的 它是一個暫時的解釋 它可能有一個更完美的理論 可能有一個更完美理論 所以當時有沒有其他的事件 可以證明能量是量子化 這就相對變得非常重要 可是當時大家可能還想不到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所以非常非常關鍵就是 那個愛因斯坦 所以今天終於講到愛因斯坦了 太好了 1905年 它就是愛因斯坦 它擴展了普朗克的量子概念 提出了光量子的想法 而且把它用在光的放射跟吸收 然後很有效的解釋了光電效應 我現在跟大家講 他們兩個量子的想法有什麼基本的差異 普朗克是告訴你 我問一下 看大家 老師剛剛一上課的時候講的 你記不記得 這些正值在這邊震動 它的能量是量子化 然後它產生出去的電磁波 或者它吸收的電磁波 也是量子化 請問一下普朗克是假設誰量子化 是正值的能量量子化 還是這些電磁波能量量子化 正值 所以普朗克的量子概念 它其實指的是這些正值 正值的能量量子化 好 再來 這些正值的能量量子化 然後 愛因斯坦 它把 這個想法整個反過來 我剛剛跟你們講 是因為 普朗克的講法是因為 我身上的錢是一元的整數倍 所以我花錢跟賺錢一定是什麼 一元整數倍 但是愛因斯坦告訴你 來 本質上不是這樣 是因為你在賺錢的時候 還有你在花錢的時候 一定是什麼 一元 你賺的錢都是一元整數倍 所以我身上的錢當然是一元整數倍 那你花錢出去當然是一元整數倍 所以它是反過來 它是告訴你 電磁波本身 物體在吸收能量的時候 它能量量子化是 電磁波本身 或者是光都可以這樣講 電磁波的能量量子化 那回歸到最基本的其實是這邊 是因為電磁波能量量子化才導致正值的能量量子化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開始來介紹 光電效應怎麼導致這個結果 那這邊的話你們可能或多或少 有應該還算熟悉 我不太聽到熟悉到多少 光電效應 好所以我們慢慢的看 好第一個 光電效應是1887年赫茲 就是發射電磁波的那個赫茲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赫茲是它的直子 這邊就像那個老二那種副子檔 拿到諾貝爾獎 赫茲也是熟子檔 來 他研究電磁波的時候發現的 那之所以我也研究電磁波 你們記得嗎 他是第一個發射電磁波的人 對不對 好 那這邊應該沒問題 那再來我想一定要知道 來第二個 如果人家問你 什麼是光電效應 什麼是光電 我把它放大一點給你看 來 什麼是光電效應 你從今天學了兩節課三節課 會講一大堆跟光電效應的關係 好但是光電效應最基本的就是 用光照射到金屬表面 讓金屬的自由電子得到動能 從金屬表面出來的一種現象 就叫光電效應就這樣 用光照射金屬表面 然後電子打出來了 就叫做光電效應 來我們昨天也有講到一個現象 用什麼然後讓電子從金屬表面出來 來有沒有人總會記得 X2線 來是什麼用什麼方式 加速電壓還有加熱濕 就是那個熱濕記不記得 我們說讓燈濕去用電壓是不是加熱 注意一下 這邊跟這裡意思一模一樣 就是說金屬表面的電子 只要得到能量是不是就有機會出去 只是昨天用的方式是不是用加熱 給它熱能 這邊給它是什麼能 光能 這樣知道嗎 所以以前有些人會把那個用加熱方式打出去的電子 叫做熱電子 像這個出來電子就叫做什麼 光電子 那其實它只是用熱用光這些敘述來形容 是在解釋它的來源不同 但是它的現象其實指的都是從電子從金屬出來的 好那這就是光電效應 到底有什麼重要 或者說它有什麼問題 好問題就是你要去設計實驗 得到這些光電子的一些特性才看得到 好設計實驗做出來的人就是蕾娜 好所以我們接下來看介紹蕾娜 到哪裡去了 在這邊來第二個 蕾娜 那同學要注意 其實當時你看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當時都一大堆人都在研究這些東西 那你知道最後怎麼脫穎而出 就像湯姆森怎麼發現電子 因為它設計的實驗量出電子的赫值比 對不對 好然後迷你卡設計了一個油滴實驗去量出電荷的量子化 然後這個也是蕾娜 來它設計的這個實驗 所以我們現在要介紹就是蕾娜的實驗 好一樣一模一樣 我們我們從那個第十章講到現在 梅小潔是不是幾乎都有個實驗裝置 好所以我們來接下來看它的實驗裝置 好請同學翻到 好我們先看到148頁文字等一下再看 好來首先這邊 呃一樣齁 來這邊第一個要用入色光 這個入色光當時用的是紫外光 那可不可以用可見光或者別的 來我們後面會慢慢的看 好第二個來它要照到金屬板 這金屬板一般來講我們叫做光電面 就是產生光電效應的表面 好然後之後 來它就產生了電子 電子這些電子就叫光電子 好到這邊為止沒有什麼稀奇的地方 到這邊為止就是光電效應而已 那雷納希望收集這些光電子 那它要收集光電子 所以怎麼辦呢 來注意一下 它電子它要把它收集起來 所以來這個管子一模一樣 又是來之前講的來這個管子一定要真空 讓電子在走的時候 不會跟其他的氣體作用 不會被吸收 不會被反射散射之類的 好所以它可以順利的抵達 順利的抵達哪邊呢 來收集電子的地方 它叫做收集端 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比較正確講法叫做收集幾 我們用幾哪一幾哪一幾來形容 不是講端這樣子 或者直接講幾幾也可以 好 那麼請同學注意一下 來把光電子收集起來之後 好經過導線 我們就可以把它電流量出來 那同學注意來 電子這樣過來 所以電流方向下 電子在下面 那這個電流我們叫做光電流 來這個 那就用電流器 來這是光電流 光電流I 好到這邊為止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來加油 那麼它的關鍵在下面這裡 這裡有一個電壓 這個電壓注意一下 它剛畫了一個箭頭 來代表可變電壓 代表可變電壓 而且它這個可變電壓還很重要 這個可變電壓的方向 它不只大小可以改變喔 可以慢慢調整大小 它還可以改變方向 來所謂改變方向是這樣 振作加油 大家看 來這個電壓 是加在哪兩端 一個就是發射端 光電面這邊 一個加在這邊 就是收集體這邊 所以你想一想 這邊如果接正 來這邊接正 來這邊接正的話 來電子被加速來減速 這邊接正 電子過來被怎樣 這邊正電子過來被怎樣 這邊正電子過來被怎樣 就是加速 好 你看這個加速一般我們常用 它特別的地方 它還可以把它反過來變成負 如果電子會被怎樣 會被減速 會被減速 好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等一下來看 來這個可變電壓注意一下 來它可以調整大小 還有調整正負 好 其中當你接正向的時候 來它就是加速 加速電子 如果你接的是負向的話 來它是用來減速電子 來它用的是減速電子 那麼它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我們慢慢的來看 請同學翻回去 147 這實驗裝置 要記住喔 每個那個圖都要來看 這個實驗裝置圖 然後它裡面的每一個東西 你都要了解是怎麼一回事 現在請同學翻回來 剛剛這邊 來剛剛第一個實驗裝置 來我們配合剛剛寫的123 然後第一個是光照射 照射第二個照射金屬板 好第三個就會有電子跑出來 這個電子就是光電子 那跑的地方必須是真空 來對不起真空在上面 真空管在上面 好之後再收集端 收集端 要接正電要真副電要先不管它 好收集端可以收集電子 那收集了之後 來這電路裡面就會有光電流 流過電流劑 所以電流劑就可以把它量出來 好還沒有講到 還沒有講到那個 那個電壓的功用 好那個電壓的功用 我們先寫給大家 來它的功用是用來量 測量光電子 的最大動能 的最大動能 來加那個電壓的功用 加那個電壓的功用 加那個電壓的功用 那麼它就是可以量光電子的最大動能 來怎麼樣子量呢 好我們回到我們剛剛的圖 來我們看時間裝置圖 來大家看看一下 來從這邊出去的光電子 其實大家應該知道 我們電子是從金屬把它是不是這樣打出來的 那金屬裡面的電子 其實大家知道 有一些淺一點點 有一些是聲音一點點 所以你們覺得 來我用光照射 產生電子的動能一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這些電子動能 就有大有小 有大有小 那它設計這邊的目的 只有量數的最大動能 就像說我現在想要設計一個實驗 看我們班上誰可以跑得最快 好那要怎麼辦 那它這邊做的法是這樣 請同學弄一下 我現在再用另外一個例子 如果我現在下面有一個 怎麼譬如說乒乓球的發射機之類的 然後它就把球 發發發 appar事件這樣打出來 那大家想不知道 它打下來有的快有的慢 對不對 那假設我現在打出來有100個 那 100個裡面 有的很快有的很慢 我怎麼樣去找出那個 跑這最快的動能 好我們用的就是這個上拋 大家知道 來這邊上拋其實就是 等於是給的他一個 有點像是不是這樣主力 我上方往上 重力向下 是不是有點像阻力 所以他就速度是不是會越來越慢 這個動能越來越慢 大家都知道來到最高點的時候 動能不見了全部變成什麼能 位 所以你如果可以知道說 那個東西它最多最多跑到一公尺 那你知道一公尺這件事情的話 來透過mg h 等於1 1 2 mv 平方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最大動能找出來了 但是你眼睛看得到這些什麼 是不是可以看到這間乒乓球 電子看不到怎麼辦 注意我類似的方式 我現在假設這間乒乓球我看不到它是透明的 可是我現在如果說這塊有塊板子在這邊 注意喔 這時候你看我如果乒乓球打到它 這塊板子是不是會有感覺 所以我現在假設這邊發射出100顆 結果我就想要量度到 於是我就放一塊板子在這邊 結果被打到了 那就代表請問一下 我的最大動能是不是還是被打到這邊 好所以我就再高一點 就發現還是有 可是數目變少了 對不對 好就代表來我這個mg h 還是比是不是最大動能是不是還要小 於是就再抬高 好抬高 之後大家發現來可以過來的 乒乓球就越來越怎樣 越來越少 我被打到的機會是不是少了 好如果我現在這邊有 再上去 就再也收不到了 我的板子再也被打不到了 那個臨界的高度h 來它的位能就是剛剛這邊發出去的什麼 被打動 請問一下這樣了解嗎 這非常的重要 這個想法你看它可以量一個你完全看不到的 然後數目可能是 乘千上百 乘萬上億 十的幾次方的那種光電子的數目 但是你看不到 你摸不到數量那麼多 可是你可以量它這大動能 我剛剛舉了100個 如果這邊有 假設說有1000萬個這乒乓球這樣發射出來 也沒有關係啊 你知道板子有打到 那就再抬高 再轉身再抬高再抬高 等一下老師抬高就在加這邊有什麼力 是不是加電壓 逆向電壓嘛 是不是 哈囉是不是就是逆向電壓 好所以 現在就知道了 當我電壓一直加… 好球打不到了 電壓一直加… 電子出來了 這時候電流器 你是不是是什麼 我們剛剛用板子說 板子沒有被打到 好那如果是這個職業那就是光電流式 所以光電流式0的時候來這時候的電壓 我們叫做截止電壓 它就是暗示連最大動能的電子 是不是也過不來了 好那你們知道 來那最大動能的電子的動能 都變成什麼難去了 這時候不是動力未能 來這邊是什麼難 什麼呢 電子來這邊有正負極 是不是 電子來到這邊是負端 來負端的地方 來它衛能會變大變小 電子在複絕的地方 它是… 電子跑到複絕的地方 衛能應該怎樣 是變大 是變大 而且變大多少你知道嗎 衛能的工智 你們可能已經被老師講過 我說Q以V Q以電壓V來加速的時候 來大家得到動能多少 QV 前面那QV就是它是什麼 就衛能啊 就像這邊 來一個東西在這邊 衛能是MQV對不對 所以我說它從這邊掉下來 來到地面的時候 動能是多少 就是MQV啊 是不是MQV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電子來到這邊是V的時候 來它的電位能增加是什麼 電位能增加QV 電位能增加QV 就暗示它的動能減少QV 那只不過那個Q 是不是就是電子的電量E 好 所以這是蕾納非常聰明的地方 來回到147的下面 來第一個 來我們先選截止點壓 它在收集端加上板向的電壓 記住要逆向 板向就讓電子減速 好然後逐漸增加這個電壓 逆向電壓慢慢增加 好增加到全部的光電值 增加到全部的光電值都過不來了 都無法抵達收集端 不再有光電流通過 這時候 所需的最小反向電壓叫做 截止電壓VS 那這個截止電壓 有一些書會寫二子電位 一樣的 反正你看不同的題目 考古題啊怎樣 有時候看到截止電壓 有時候寫二子電位來指的都是這個東西 好 那麼在這個電壓之下 來二 來在這個截止電壓之下 發射端出來 具有最大動能 具有最大動能的光電值 也沒有辦法抵達收集端 或者說他抵達收集端的時候 來 剛好沒有動能 好沒有動能 其實這邊有一個比較重要的話 他沒有寫 沒有抵達動能 所以光電流是0 前面前面已經寫了不再有光電流通過 好那他的動能全部變成什麼去了 全部變成電位能 動能全部變成電位能 所以他的動能最大動能就是這個 看到這個式子你應該感動一下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那就休息吧 剛剛跟大家提到 他的最大動能 最後全部變成了電位能 那電位能是QV 所以在這邊就是E乘以VS 我說你看到這個式子 你應該要有一點感覺 你有沒有什麼感覺 為什麼變動能 動能被為了 好來注意一下 你現在想一想這件神奇的事情 你想一想 來在這邊請問一下 出來的電子你看得到嗎 摸得到嗎 摸不到摸不到 而且他的數量是非常非常多 那一大堆這樣電子射出來 你竟然 最後透過這邊來注意 在這個電壓上面 你就慢慢的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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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到 好假設這邊是5伏特 來現在來告訴我一下 如果你發現 來你的VS VS是 怎麼會 選不出來 來VS是5伏特 來這邊暗示你來請問一下 那堆看不見的摸不到的 數量非常非常多的電子裡面 來最大動能是多少 喂多少 他想都還沒有清醒 來振作一下 看這邊來告訴我一下 來請問一下 最大動能是什麼 EVS 怎麼算 等什麼 好Q是多少 1.6乘以10的什麼 -19再乘以什麼 5 所以來是不是這麼多焦額 好看起來同學還是 這邊暗示我這樣子 竟然可以直接透過電錶的讀數 是5伏特 就可以知道那上面剛剛講的 一大堆看不見的例子的最大動能 就像你們現在每一個人都變成隱形人 我通通都看不到 可是我現在只要隨便看一個數 數據的錶 來我就可以看到這裡面來誰跑的最快 你不覺得這太厲害了嗎 還是沒感覺 好等一下 請同學注意一下 來這邊這個Q 這個QV 實際上我們 你們看起來你們把單位又忘記了 我們根本不需要這麼計算的 我說以後看到 來請問一下 截止電壓5伏特 就暗示最大動能多少 5伏特 一個電子經過5伏特 請問一下它的能量就多少 忘記不用把Q撐開了嗎 所以就是多少 5個多少 電子福特 對不對 你不需要 來你要承開也可以 承開就變交額 但是在圍觀的世界裡面 不需要這麼做 注意一下 那這裡的EVS 請同學看十之九的EVS 那EVS是公式喔 知道嗎 所以EVS的話 你如果VS帶5 那就會變成是51V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這個最大動能 這其實是在圍觀的世界 你根本看不到的 你竟然可以透過 一個電表 電壓上面的數字 在聚觀的這邊 把它的最大動能讀出來 這其實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可是看起來你沒有什麼感覺的樣子 好 所以這就是 那個雷納設計的實驗 來後面看起來有些人 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來他設計的這個實驗 最重要是他把這最大動能量出來 而且直接讀VS就可以了 問題是量了這些做什麼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他的實驗結果 好我們來看雷納的實驗結果 課本他正式的地方只有寫一點 那其實他有好幾點 那他都放在補充資料 所以我等一下要在補充資料那邊跟大家講 好來 他的第一點就是這邊而已 來第一點 照射光這個你們以前都學過 來他的照射光頻率會有一個怎樣 底線頻率 大於乳0 那這樣才可以產生光電子 這個頻率就叫底線頻率 有一些書會把它叫做截子頻率 我只是在跟你講 你看到這些名詞是一樣 那這個最低的頻率 對應的波長會是最怎樣 來最低的頻率對應的是不是最大波長 所以來這個波長就叫底線波長 浪打零 Nu0浪打零 當然也遵守那個電磁波的公式 所以乘起還是C 好 那麼如果來照射光的頻率比Nu0低 不論照多強來光有多強加幾個字 不論照射光的強度有多大或照 照多久 均無光電流 好 他的他要有大於一個底線頻率 那這個一般來講 來他實驗圖是這樣子 橫軸是頻率 縱軸是光電流 那要大於一個底線頻率 而且不只這樣 來不只這樣 來他大於底線頻率之後 來頻率越來越大 光電流也會越來越大 而且是呈線性關係 這個不叫做正比 來請問怎樣才叫做正比 好 來那現在請農學看到149頁 對不起 來這個 這個實驗結果 我覺得課本只有寫到這樣 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還要來繼續看一下 好 所以看149頁 老師要繼續補充這邊 就是這個補充資料 好 來這裡就是 第四點 在這邊 這是第三 這是第三 實驗結果是3 就是剛剛那個3 那他的第一點他漏掉 沒有寫 沒有特別把它寫出來 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來 Nu要大於Nu0 才會 好 然後 大家就透過這個表格寫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我們可以審操一些東西 那比他小的課本剛文字寫我就不知道寫 好 然後再來 他一旦大於底線頻率 產生光電效應還有一件事情要知道 好 對不起我們跳一下順序 好 跳到第三欄那邊 來這邊寫2 一旦Nu大於Nu0 光照射到金屬表面 注意一下 他可以 光電流立即產生 來關鍵字是立即 即使光非常非常的弱 光非常非常弱 光電子的溢出跟光的照射幾乎同時發生 也就是光電子的產生不會 Delay 只要光照射光電流就產生 如果你的大於底線頻率 好 這是雷納的實驗結果 反過來 如果你小於底線頻率 你怎麼樣子照在久 光在強都沒有用 好 再來是另外一個高一 也許有一些老師有講 有一些老師沒有講的 好來第三點就這個 好 這個是我們來畫一個圖給大家看一下 來這邊 來橫走的話就是那個電壓 來那個正向跟反向電壓 來縱走 來縱走是光電流 好 那這個電壓在右邊的話 來這是加速就是正向電壓 在左邊呢就是逆向電壓 就是剛剛講的負向或逆向都可以 來橫走 好雷道做了什麼 來大家可以想一下 電壓越來越大 大家產生電點會怎樣 是越來越來越大 這沒問題嗎 好 那電壓反向之後 來電壓反向越來越大 電流就會越來越怎樣 哈囉會越來越什麼 逆向的電壓越來越大之後 來最後電流就會越來越小 小到最後變成零的時候 還記得嗎 來所以縫走的結距就是什麼東西 電流變成零的時候來是什麼 電流變成零的時候來是什麼 有些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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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 是說 它的正向電壓 即使你的電壓加再大 加再大 這電流最後不會上無線大下去 它電流最後會達到一個寶核 因為大家知道 出來光電子的 是不是只有那些固定的 就是 樹木不會無線的增加 是不是 它不會無線增加 所以對我們來講 最後會達到一個寶核 所以來它的圖形會變成是像這樣子 來在前面這邊 會慢慢的增加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逆向的 來會有這個停下來 就這樣 重點不在後面 後面你只要知道 越來越大就好 這個就是負的Vs Vs就是我們的結子電壓 好 重點不是這樣 重點是它還做另外一件事 好 它做了什麼事情呢 它再用一樣頻率的光 譬如說是紫光 它再拿紫光再做一次實驗 但是改變強度 它把紫光的強度變大了 變大 然後大家很容易可以講 來紫光如果比較強 來一樣的加入電壓 來產生電流當然會比較大 比較強 大 是不是產生比較大 好 然後再來如果紫光比較強 照到你來講 產生的電子動能應該怎樣 是不是比較大 我光越強嘛 照到的動能是不是應該越大 好 動能越大 來等一下的結子電壓應該要怎樣 我的動能都產生越大 我的結子電壓要怎樣 是給人家越大 請同學吧 哈囉是不是 來你一定要把最大動能 就等於什麼 剛剛講的等於什麼 EVS 要把這兩件事連在一起 OK 所以來如果我現在光越強 再想一次喔 光越強產生電的動能應該怎樣 最大 是不是越大 動能越大 所以你的電話應該怎樣 是的 結子電壓嗎 是不是要越大 所以來我現在如果改變一個光牆照到 你要講是不是要在這邊來 哈囉是不是要到這邊 好 反正是實驗結果 來這重點是實驗結果 不是 他發現光再強 結子電壓都不變 就這樣 來紅色的這邊你可以寫在 這是光牆 藍色的那條你可以寫成是光弱 來這個的重點就是告訴你 來VS 來VS 請問跟照射光強度有沒有關係 沒有 好這是違背我們的認知的 VS跟光強無關就是暗示 來 光電子的最大動能也跟光強怎樣 無關 我剛剛講的那是一個是聚觀量到的東西 就可以來按來量度那個微觀的東西 好 那他跟什麼有關呢 那這個最大動能 好 如果 好嗎 如果你今天改變了光的頻率 例如說原來紫光現在改變成黃光 請問一下最大動能會不會變 好雷納實驗告訴你會變 來最大動能 好 好 來照射光的頻率有關 好 所以我們看 好請同學看那個上面 來上面 來上面那個這個段文字裡面 來唯獨改變 來改變光的強度 不論增強增弱 截止電壓VS皆不受影響 來注意一下改變強度不會受影響 VS不受影響代表KMS KMS一樣 好 那光電子的動能到底跟誰有關 來在下面那個第二欄 光電子的動能 基本上跟照射光的頻率N有關 好 左欄是雷納的實驗 也就是是真實的情形 那實驗完之後 來我們當然要開始來 來好了嗎 好我們當然要開始來解釋 好那當時光是電磁波嘛 是不是 好所以開始要來解釋了 第四點 光的波動說 解釋 來根據光的波動說 來光是電磁波 那麼他就是電磁場的振動 所以來這是他的波 來請問一下他的強度 就是跟他的什麼有關 你被洗腦 我現在講電磁波 電磁波的強度來跟什麼有關 是不是政府 跟頻率有沒有關係 注意喔 我今天這邊如果是紅光 我是紫光 我的強度是不是可以一樣 我強度只要這麼一樣 強度就是一樣 好我們來解釋第一個 第一個 請問一下如果根據電磁波的想法 有沒有所謂電磁頻率 你要知道 我現在如果照射光無法產生 大家想一想就簡單了 他照射光無法產生 代表他的能量 是沒有辦法把電磁打出去 那我按照電磁波的想法 沒關係啊 我今天能量打不出去 所以我把光怎樣 是不是加強 混得照久一點嘛 哈囉來可不可以 能量是不是得進一下 好 所以根據電磁波的講法 你如果產生不了 沒關係 你就是加強 加強或是照久一點點 有沒有所謂的底線頻率 沒有 沒有底線頻率 所以來 這邊是 只要 光 夠強 照 夠久 來都可產生 根據這個理論 沒有底線頻率的存在 好 這個當然跟實驗矛盾 所以打差 實驗就是有底線頻率存在 但是跟電磁波的想法來就是這樣 好 再來 光波動作就是來 光夠強照夠久都可以產生 好 再來 剛剛在下面這一個 好 來下面這一個 第三欄那邊 來這邊是2 來我們講過 來今天如果光很弱很弱 照到底來講來光很弱很弱 能量很低對不對 很低 來這時候 來我們要照射 要把電子打出去 大家應該知道 來這時候 電子要打出去的話 來因為你的能量很少 所以他在加速的過程中 可能是不是就比較慢了 你給他電腦比較少 電腦比較少 電子得到能量少了 所以來看是不是加速比較慢 所以請不要 我光很弱的時候 來如果要產生光電子的話 會不會立即產生 感覺上是不是要給第一段時間 好所以來第一 下面這一點 好 光如果非常微弱 必須要加速一段時間 才有足夠的速率跟動能 脫離金屬原子產生光電效應 可是剛剛左邊的實驗結果告訴你 光即時非常非常弱 來請問一下要不要累積時間 不用 所以剛剛有告訴你關鍵是那個立即產生 立即產生 立即產生 所以來這個第二點這邊 來這邊也不通打叉 好再講到最大動能這件事情 其實剛剛已經暗示你了 剛剛已經解釋過了 照道理來講 加油 照道理來講光越強 光電子得到動能也應該怎樣 光電子得到動能也應該怎樣 越大 那動能如果越大 來可不可以 VS是不是要越大 可是實驗結果也會越大 可是實驗結果也會越大 沒有 所以來這邊 可以往上看 這邊是第三點 光如果越強 照道理來講 來他得到的動能就會越大 所以結子電壓也應該越大 但實驗結果是一樣 所以可以打叉 好另外 照道理來講 如果我今天強度一樣 用紅光紫光 剛才講過紅光紫光會不會影響他的強度 電子光的想法告訴我 紅光紫光有影響強度嗎 強度是有什麼來決定的 是不是政府 對 所以既然我今天紅光紫光無法影響強度 我的能量就是由政府決定 所以今天紅光紫光照道理來講 會不會影響他的動能 不會 可是 來剛剛第四點告訴你 光電子的動能跟頻率有關 所以這邊告訴你 來影響電磁波的能量 在古典裡面是強度 還有或者說是正伏 基本上跟光的頻率無關 那這件事情跟剛剛動能跟頻率有關 這件事情也打叉 所以請同學記住一件事情 來對不起 如果你有這叫什麼 這叫什麼比 把它全部打叉 記住 來 把這個佑蘭全部打叉 因為我怕你看到的時候 以為這個是在解釋一個正確的東西 實際上佑蘭就是用 這邊就是在告訴你什麼 來這邊就是在告訴你 雷娜所發現的古典 的發現跟古典波動說完全矛盾 來完全矛盾 他沒有辦法用的所謂的這個 那個波動說來解釋 來這邊ok了嗎 好所以接下來當然是誰要出現了 艾因斯坦 好我們先看一下這邊 漢林這個課本 他很喜歡引述那個科學家的原文 但是有時候原文看的不是 有時候不見得那麼清楚 不過反正就是欣賞一下一下 所以我們回到148頁最下面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艾因斯坦 艾因斯坦的解釋是怎麼一回事 好我們先把這句話畫下來 我們之後再來看 他當時就認知到一件事情 如果光就是電磁波的能量 在空間中是不連續的 也就是電磁波是不連續的 這個這句話 這句話已經是最重要一個關鍵 光的能量在空間是不連續的 然後就可以更好解釋光電效應 也就是你要用光的能量是量子化 好然後這些光的能量 光他的能量的一個一個 就像剛剛那個普朗克 他是能量值叫HF 那光的能量值 光的能量值在149頁 這些能量值就是你們現在很熟悉的光值 這些光值的特性 來只能整個產生 然後不可以被分割 而且他要吸收就整個的吸收 這個是他一開始的就告訴你 這些光值有這些特性 他用這些特性他才有辦法去解釋 那這個就很簡單喔 這就像你身上的錢是一塊錢 請問一下你把一塊錢 你要嘛這一塊錢就整個拿 不然就整個不見對不對 請問一下可不可以把一塊錢切半 你也沒能力切半 切半有沒有用 也沒用 所以這就是這邊你看一模一樣 他要嘛你在賺錢的時候一定是一塊錢 那一個一個整個的產生 然後他又不能夠被切割 那如果你要吸收要發射 全部都就是他整數倍 好這就是他的基本概念 但是至於光值有什麼樣子的特性等等 好來讓我們接下來再繼續看 先把這邊先結束一下 請我再結束一下 好那等一下 給你再結束一下 我不是故意的 你的聲音 感谢观看